密宗道赤地广论 明升起赤地品第十二之三 我们今天谈 乘三 洁行 四一 养生修食法 在这一章里面呢 有几个大段 大部分讲起来 他是讲说我们修行啊 的时候 假如是比较疲劳了 如何啊 恢复你自己本身的精神 那么还有呢 这个 施食法 施食呢 就是说你如何去供养 那么供养这个猪天 供养活佛萨 如何加持 这个施食的东西啊 如何出生 好像密教里面呢 有所谓的五肉 五干露 如何出生 如何出生 如何去加持 由这个一般的东西啊 变成干露 那么变成很好的一种贡品 是怎么样子的 那么租天呢 如何来享受你的供养 的干露 他有这样子的 教授的这个方法 这个 首先第一段啊 他这里面所提到的 跟以前师父所教的 稍微不太一样 以前师父所教的 他还有 这个另外再加上一个观想 那么他这边所教的是 这个样子 修行脾鉴 修养身心之法 然登弦以极密所说 方便修养 如云 鼎夜翁 润泽降住 圣心水 满足身以意 当如法 降住 他这个法呢 是怎么讲 好像想这个顶上啊 你的头顶上面啊 一张所处 差不多这么高 的空中 有一个夜轮 那么夜轮的中心 有一个翁字 翁字 很专严的翁字 那么就享受这个翁字 溶解 降下甘露 充满你行者的前身 一直到脚底下 一直到脚底下 一一围成 细节润泽 前身的这个经脉啊 到毛细孔 到脚底 全部都非常的滋润 他意思是这样子讲 那响米金刚怎么讲呢 他是想说 由出席入席 去勾招甘露 从顶下注 其实你吸进呼吸的时候啊 你可以想这个甘露 滴下来 呼出这个席的时候啊 就想这个佛把这个翁字溶解 他是做这样子的观想的 那么极静思云 由翁字光昭字十方 赐以命令入身内 以经脉转周偏前身 言命力者未入席 令降身中 又说休息之后 仍修念诵 事故随脾间时 借可休息 非为现已座位 这个讲的哈 他的说法是 张伯的一只手的地方 虚空之中 有一个夜轮 那夜轮的中心 有一个翁字的庄严 那么翁字融化 就降成甘露 这个甘露就低到 你的前身 一直到脚底下 所有毛细孔 经脉全部通通 受到甘露的滋润 所以这个是 很容易恢复疲劳 他的 这个是恢复疲劳的方法 那么以前师父教的 为什么跟他们 讲的不太一样呢 因为你要想到一点 你这个翁日 一融化 甘露降下 滴在你的头发上面 往左右流 那流不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身体里面 还是没有 所以以前师父讲 这个 这个在你的手掌上 五指 的上方 有夜轮 观想一个夜轮 上面有一个翁字 那么这个翁字呢 这夜轮底下 有一斗莲花 用这个莲花 来蹭托的这个夜轮 那么莲花 有莲镜 有莲镜 有这个莲镜 这个莲镜就插在你顶上 这个中脉啊 你的中脉顶出去 顶翘的这个洞 就由莲镜插进去的 那么在观想这个 这个翁字溶解 那么化为甘露 那么甘露呢 就从这个莲花的筋啊 流到你的身体 滴到你的身体里面 你身体就感觉上 这个有这些甘露 给你滋润了 一直到脚底 到整个毛细孔 到你心甘壁会胜 你的前身啊 这个经脉 全部通通有甘露 给你滋润 你体力啊 精神啊 就非常的旺盛 师父所教的 就是多了一朵莲花 多了一根莲镜 插在这个中脉的地方 他这里面没有提到 所以他这边所讲的 甘露一滴下来 就蹦 掉到头上 就滴了 哇 没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 我师父教的很好 这个甘露 全部通通 由中脉里面滴 滴到你前身多满 很舒服 恢复疲劳 他这里面讲的命力啊 就是出入吸 一吸进来的时候 就把甘露滴下来 一呼出去洗 就化为火 去燃烧那个 燃烧这个翁日 翁日溶解 滴下来 这是一个法 可以消除疲劳 其实不只是消除疲劳 可以清净你的业障 你身体的污秽啊 业力啊 那些不好的东西 可以清除掉的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观想 夜轮翁日观 再来讲诗诗 我们其实诗诗已经讲了很多 经常讲到这个诗诗 这个密教行者都要诗诗 诗诗本身诗诗啊 是数十年如一日 数十年如一日 几十年来诗诗不断的 而且每日一诗 日日都诗 他这里面有讲时间啊 你到底是在什么时候 诗诗是最好 要选择哪一天 或者是说你 一天修四座 四座都要诗诗 或者是只是 最后一座才诗诗 他这边有提到的 所以他诗诗的时间呢 他有写到